明朝冒起中说 在福良邑北方有一位叫张明山的人 随父亲上任到琼雅 所住的官社和李指挥时的住宅相邻 李氏有两个女友都很美丽 张明山和他们私通 等到明山要回家时 暗中拉着两女到船上 将要渡过海时 李指挥时追赶圣集 张明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紧急将二女推入海水中 经过十年后 明山患腰痛的病 引请孙医生来医治 吃了一服药后稍有起色 当天晚上 孙医师梦见到李芝美的地方捕鱼 海水中有两个女孩子 没有穿衣服前来 抓住孙医生说 我是穷牙人 来是来替张明山治病的 你想要抢毒我的功劳吗 因我将孙医生拽入水中 孙医生惊醒时 汗流浃背 第二天早上 将这件事情告诉明山 明山悲恨的垂胸说 夜报已经到了 我一定死了 果然过一个多夜就死了 这是南里间的行多隐辟 并交相受到报应的势力 这张明山和两个女人 最次暗中失通 而且暗中相接逃亡 恶女竟然死在张明山手中 而明山切实以恶女的鬼魂所命 可是是报应的很巧妙 而不失落 大概奸淫他人的妻女 陷害他人的公民 这两件事情中最多的隐辟 也是最伤害天理良心的 所以奸淫他人欺凝的人 他的欺凝也必为他人所奸淫 破坏他人公民的人 其公民也必为他人所破坏 俗话说 在暗地里做亏心事 在神明眼中如雷电明亮 可不以你为敬吗